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想聊一聊 关于太极拳的分与和 那么我在这里聊的分与和和 和我们平时讲的传统武术的说的所谓和镜呀 什么那个分和不是一个概念 我说的分和是我个人的理解的分和 是在训练锻炼修炼太极拳的时候 我所总结的分和不是别人 明德聊太极不谈理论 我只谈我的实际 那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讲的各种的练法 对吧 比如说昨天我们讲到太极拳的内动和外动 那么内动和外动 我外动大了 内动小 内动越大 外动越小 内动越大 外动越小 外动越大 内动越小 那么 其实呢 它内动和外动 实际上到最后怎么样 它会合在一起 合二为一 它会合到一起 合到一起以后的状态 就是你通过锻炼 它最后达到的是 它内动大了 它也能吹动外形大 它外形大了 它也能拉动内动大 它是这种分合 我说的分合 是我个人说的这个分合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分合 不是我们平时说 武术说 内山河 外山河 什么坚于跨河 走于西河 气于利河 我说的不是那个分合 我说的是我说的这个分合 就内动和内动 最后的合到一块 合到一块以后 你内动大的外动也大 它外动大了 它内动也可以大 那么昨天我说的是 内动越大外动越小 外动越大内动越小 是我们训练 修炼锻炼锻炼的时候的一个方法 最后达到的目的是把内动和外动合起来 内动大外动也可以大 外动大内动也可以大 这就是我讲的分合中的合 再比如说昨天我们讲的 昨天我们聊的那个话题是什么各种练法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啊 比如说我们踩水呀 这个游泳的感觉呀 溺水的感觉 搭浮的感觉呀 这各种练法最后都综合到一个地方 综合到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在前天还聊了一个什么一动无有不动 一有全有一无全有 分开练了 我们前天昨天就是好像讲了一个话题就是 一动无有不动 其实它也就是一有全有一无全无 它意思都差不多 它只是它把它分开不同的说法 你其实练了身上很简单就是一个东西 那是啥意思 它都合在一块 那么今天我们在 再讲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各种练法 我们的各种练法什么不丢不灵 节节贯穿什么东西 它最后都综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说的和 和 好 分开练 各种练法 各种各种心法 分开练 这个大家不是不糊涂的 那么今天我要说的是和 合在一起 那么合在一起怎么练 怎么练各种练法 内动外动 包括前天什么什么 昨天前天这两天说的内容 什么一动无有不动 这些东西它合在一起是怎么样才能合在一起呢 大家一听哦有心理容了 其实还不是心理容 还是原来说过的 原来我们聊过的话题就是有个什么 勿忘勿助 勿忘勿助 好那么和 我说的这个和就是原来聊过的话题 勿忘勿助 就是我我打拳的时候各种东西都综合到一起 都综合到一起的时候 都综合到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 内动外动也好 一动无有不动也好 这个柴水也好 游泳也好 在水中也好 翻掌也好 松腰也好 这个坐跨什么坐腕 什么虚零鼎鼎鼎含拥也好 什么东西 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感觉 什么踩梅渣的练法也好 千斤一发的练法也好 各种练法 这时候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样呢 勿忘勿助 也就是这时候和的练法 我归结他一句话 因为民歌是独贝特的 所以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那么和在一起的练法 就是什么都不练 我只打拳 我只打拳 我只打拳的时候 我只打拳的时候 这时候书 你原来练的东西都在身上 都在身上 这时候 就要记住四个字 勿忘勿助 就是 不要去帮助他也不要忘掉他 就是我什么都不练 我什么都不去 特意去练某一种东西 我也 怎样他来了 我感觉是游游的感觉了 那么是水中游游的感觉 是水中游游的感觉 他就游游的感觉 我也不去专门去想游游的感觉 我就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 那么勿忘勿助 勿助不要帮助 那就不要刻意去找游游的感觉 他来了 有游游的感觉 游游游游的感觉 他就是游游的感觉 但是呢 勿忘 那就是不要忘了 理解起来 不是不忘记的忘了意思了 而是什么呢 他这种游游的感觉已经来了 我也不刻意的把它丢掉 游游的感觉 我现在练的是综合的 游游的感觉要去了 不要去了 他来了就来了 我脚一落地 有踩水的感觉了 那有踩水的感觉 有踩梅渣的感觉 有平起平落的感觉了 那么他来了他就来了 有这个感觉 有这个感觉 我也不去刻意找他 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 练了练了他没有了 没有了我也不去找他 这就是综合起来的练法 我今天的视频的核心 就是所有的东西太极圈 所有的东西 它最终它会合在一起 合到你的身上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身上 你经常在那边推锁的人都会知道 别人一个人推锁了 说你这身体啥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要是练出来的东西的话 这身上有东西 有空镜 有什么镜 有什么镜 这个盆镜好 你这个人的什么什么好 它是什么原因 就是你的所有的东西 都综合到身上以后 那么你推锁的时候 他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表现出来了 都表现出来了 你懂镜不懂镜 你一推锁就知道 对不对 你有没有节节观看 镜整不整 镜零不零 你都能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 你几十年如一日最后 都合在一起 所有的方方面面练的都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以后 怎么练 今天的核心就是什么 怎么练 就是原来有我的误望 误助 我不去找它的感觉 有感觉了 我也不去撵走它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 什么松呀 紧呀 大松大软呀 什么刚柔相继呀 节节灌餐松化圆当呀 什么树类和妇呀 什么平起平落 我不找它 它自己来我也不撵它 它走了我也不去撵它 它来了我也不往外推 你就是有什么感觉 就有什么感觉 这就是什么 误望误助 就是一个综合的训练 综合的感觉 那么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你练台语拳就特别舒服 好 讲到这里我再加一句 误望误助的综合和分开 刚才开始的时候不说了分合吗 我刚刚讲合了 那么分大家都没有都不糊涂 开店都是分开练了 那么把各种的练法都是分开练了 现在合在一起了 那么好 我再加一句合起来练一段时间 再分开练 诶我才没啥的感觉 我就练这个千军一发 这个人掉在这个头龙天脚龙地的感觉 我就练这个感觉 我就练这个什么什么感觉 诶 分开练 然后再综合起来练 再无望误助 再合起来练 合起来练一段时间再分开练 再这种交替分和和 分开练就是分 综合练就是合 综合练就是合 这就是民歌我自己把太平权的练法和分的概念 不是武术上的分和的概念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么多内容 希望大家知道一点 分开练一段时间再合起来练 怎么合起来练就是今天刚刚讲的 就是什么都无望无助 什么都不想 那么合起来练 练几天 然后再把它分开练 我这个练 我这个练 我这个练练这个 平起平落 我练千军音乐法 练几天 练几天 这个练几天 最后再综合起来练 就是这种练法 好 您的聊太集不谈理论只谈实际 我们今天聊到实际的练法 就是分开练和合着练要交替进行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 欢迎大家明天再会